例如针对标题二文字 我们还是拉回去去看 例如说标题二文字 各位看到它是一个像偏橙色的一个颜色 如果我想把标题二文字的颜色改成黑色 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标题二文字要改 是每一个标题二文字全部都要改成黑色 那要怎么制作呢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制作方式 游标落在任何一个标题二文字的段落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透过滑鼠右键去选什么 选常用样式里面的标题二 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点修改 然后修改之后呢 针对这个颜色的部分 我可以把它改成自动 自动也就是黑色 记得这个自动更新打勾 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当我今天这一个标题二更新 其他所有每一个标题二都跟着自动更新 然后点选确定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标题二 它改成黑色字 那我们来去看一看别的标题二呢 好比较快的方式是打开检视底下的功能窗格 也就是导览的视窗 我们来去看第二个标题二 它也变成黑色字了 第三个标题二 以及第十个标题二 还有最后一个标题二 全部都改成黑色字了 已经不是刚刚的红橙色样式设计 所以在这边 这个学习重点是要请大家记住 如果我们今天希望把某一个标题的样式修改 我们是要针对它所有应用到的样式一起做修改 这个时候呢 记得一定是要点选常用底下的样式底下的指定样式 例如标题二 然后透过滑足右键来点这边的修改 而不可以一个一个去修改哦 例如说假如说我把这样子一个段落选举之后 这边有一个色彩的改变 但是这个色彩只能应用在这一个段落 而不是所有标题二的段落哦 所以现在所教的修改标题 一定要请各位知道它的一个重要性 当我们要做一致性的修改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用修改标题的方式